1 2 3 我叫梁孝培 是澳门同军总会理事会的主席 就在2004年做部队对我开放的时候 中国国人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个时候 回归之前澳门同胞就有一个很大的心愿 我们用九个字来形容叛回归 迎回归 庆回归 在九个字里面就高度开播了澳门同胞 在澳门回归前与回归后的感情 主澳部队进驻澳门 对澳门来说是非常重要 一个是保贵着澳门 守护着澳门 让我们澳门能够平稳的 幸福的 安全的生活 军民对外开放 我们同学总会非常荣幸 有机会到中央部队里面参观学习 大家都非常高兴 非常兴奋的心情 去参与一系列的活动 看看这个武器 看看装甲车 回来以后 谈感受都谈了好长时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 它是保护俗国 保护人 澳门今天有这么稳定 主澳部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澳部队在澳门就等于是一个定海神针 守护着澳门 保护着澳门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主澳部队在澳门也参与了很多工作 比如说种树 捐学 它每一年都有为澳门老百姓做出贡献 对所有澳门同胞来说 最感动的是 就是2017年巨大的台风天歌 对澳门做成极其严重的影响 我们主澳部队 极其地来帮澳门解决 这一个风灾以后的困境 当时真是一股困境 随着澳门的回归 特区政府以及广大的协团 通过不同的活动 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 这个爱国爱澳是澳门的核心价值 爱国爱澳非常重要 所以澳门的青少年对我们祖国 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有很高的认识 我们的年轻人必须要坚持爱国爱澳 通过资深的努力支持好特区政府 立法治政务 尽量培养好自己 成为独当一面 能够将来的为人物为国家为澳 做出不大和新的努力 我衷心的祖愿 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祖愿澳门越走越好